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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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男女通常混血兒 樣子都是比較標稱帥仔 或者美女的 他的祖父在二戰的時候 由波蘭逃亡到阿根廷 母親也是一位意大利人 同時擁有阿根廷波蘭 和意大利效力的資格 但最終他都選擇 加入阿根廷國家隊 究竟這個會是怎樣的球星呢? 在開始之前 記得讚好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大家之後 有哪位球星 想深入了解一下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字幕 李宗盛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球星是 保羅戴巴拿 阿根廷除了有神似張家輝的美師之外 對於女球迷來說 帥仔形象和好好球技的小鮮肉 保羅戴巴拿 同樣值得留意 戴巴拿是現在足球界的傳奇人物之一 他擁有很好的創造力 靈活性和技術於一生的球員 以有限的空間盤扭和控球的能力 以及他可以保護到球 在背向龍門之下 亦可以得分的能力 亦非常之強勁 作為一名全能的進攻球員 他也勝任多個進攻的位置 是球坦出手可以的新一代球星 甚至可以用未來球王的接班人來形容 入球之後 他用簽名面具來慶祝這個動作 亦都是因此而聞名 不過他好像 就活了在兩個現在球王的陰影之下 在各家隊由於位置的重疊 一直被教練認為 他與美斯是不可以並存的 美斯一日未退出各家隊 他都不是必然的正選 而且他在如如得水的祖雲達斯裡面 面對球王斯朗高調在皇馬加盟 改變了他的一切 戴巴拿不能在球會的地位 或者球場上的戰術 一下子轉到斯朗身上 戴巴拿就越來越迷失 之前的風亡和靈氣已經消失了 淪為了邊緣人 間奏 的 因此他的转会传闻也源源不断 热刺曾经开出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 但戴巴拿在肖像拳问题上 和这间球会谈不定 所以未能胜市 发甲了豪门巴黎圣日耳门 亦都愿意为戴巴拿给8000万欧元的转会费 但祖云达斯希望用1亿欧元左右才会给他转会 所以也胜市不了 而曼联亦都曾经向祖云达斯上买戴巴拿 已经无限接近加盟曼联 但由于曼联满足不到阿根廷球星35万磅周身的人工 所以也告吹了 而沙利加盟成为祖云达斯的教练之后 亦都带了他的契仔希古恩由车路士回来 成为另一名的进攻重心 位置的竞争就更加激烈了 保罗戴巴拿上阵的时间更加少 开了球季的两场联赛加盟 只是上阵了14分钟 很明显已经不属于在教练的计划 蓝图之内 相信保罗戴巴拿也很后悔 为什么当时没有离队 当时没有离队 我相信戴巴拿需要一个机会 究竟未来的日子他会否继续留守在祖云达斯 还是转会他头 尋找更多出场时间 相信他一定会回复到昔日的状态 再次成为阿根廷球王 天智叫子 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 大家有觉得保罗戴巴拿 是不是都是帥哥 和好好波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一下 记得离开之前 赞好我们的影片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意我们下一集的 到囚囚研究所求星篇 拜拜